昨天下午在新北市东北角发生了一起八死八伤的悲剧 今天中午前后呢已经有家属和法师前往龙洞招魂 9号松一前不拒的李立华家属上午11点过后前往岸边招魂 李立华的丈夫当时也在现场却因为风狗浪人天人勇格 现在又回到了步道已经气不成声 今天天气晴朗不少钓客依旧前往基调 但是相关单位并没有禁止钓客靠近海岸 有当地的潜水教练贴心民众了 现在正值季节替换而且东北季风开始盛行 突如其来的风狗浪防不胜防 大家还是务必要小心尽量不要靠近岸边 由树林社区大学举办的步道美学课程 带领了16名学员到龙洞进行校外观摩 却不幸遇到了风狗浪袭击夺走了八条人命 交换部风管处今天表示了将会加强辅导相关的安全设施 好好的一趟上外教学 却被风狗浪夺走八条无辜的人命 风管处处长10号上午出面说明 除了深感遗憾也会赶紧加强安全设施 入口有很多那我们在重要入口呢我们都有设置一个注意风狗浪等等的来袭的标志 那我想在这个区块呢我们可能会增设有关过去这个比方说那个地方比较滑 我们可能要准备救生医或是放发鞋 来提供给游客 八十八商的悲剧更让人痛心的是其中有七名民众是临时加入这趟校外观摩 方管处表示赔偿是道义上的责任 不过听在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的耳里似乎不太认同 今天发生在东北角水域呢 这个管理处有道义上的责任 有道义上的责任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我们愿意来承担 我想道义上是最基本的 至于行政上到底有没有实处跟责任 其实检察官也在座了解 那相关的行政单位 更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检讨 位在东北角的龙洞弯甲步道 由于地理位置适合钓鱼 因此深受钓客喜爱 如今八名游客因此丧命 方管处和新北市警局决定加强警示标语 以免汗事再次发生